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案例 那累计还是跟昨天一样 有427人解除隔离 指挥官陈时中6月2号宣布 台湾没有新增案例 这也是国内第51天没有新增案例 疫情相对稳定 因此不少人期盼台湾边境解封 开放国际航班转机 副指挥官陈宗燕则回应 目前还在初步演绎当中 那我们谈的是国际的转机 国际的转机 那因为航空公司其实在从欧美 这个从美洲的部分到台湾之后 会有很多东南亚的转机客 那所以在转机的这一块 我们请机场公司跟民航局去研究 在机场的动线上面 能不能将转机的旅客跟一般 路径的旅客去做 出入境的旅客去做一些分流 至于何时能定案 陈宗燕仅表示 先做动线上的规划与厘清 没有正面回应开放时间 因为国外疫情仍持续升温 在边境防疫上仍不敢大意 但是在国内随着疫情逐渐稳定 各县市政府陆续解除各项社会活动的禁令 像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日前就宣布 6月1号恢复文件站等长照据典长者到站服务 让配合防疫而有近三个月无法到站的长者们感到相当开心 也会出去走那个什么公园之类的 因为没有地方跑啊 就去那边走走运动 我期待就是来跟这些兄弟姐妹们这样子来 刮肝筋然后做一些手工玉瓶的那些 感觉到很兴奋 看到所有以前的朋友 他们虽然说没有藏在一起 可是在这两个月之间 他们感觉到感觉他们也非常的健康 张哲开心到站 人不忘把防疫该做的测量体温 社交安全距离都确实做到 陈时中也强调张防疫观念深化在生活当中 才能够降低可能的感染风险 明镜新闻 台北市桃园巴德采访报道